好久沒有來台北了 台北的天際線依然如此美麗 Hello大家好我是張馨 今天要到101大樓的77樓 Google的台灣辦公室 進行一場演講 我們一會看看能不能照一下 這個遠近馳名的Google辦公室 話不多說時間快到了 咱們趕緊走吧 101進來之後 要先到前方的那個會客申請櫃台 和樓上的樓層聯絡 它才會發卡給你 我們現在就去申請卡片囉 就是在這個地方要申請一個通行證 中文樓層77樓輸入 請點預拜訪的公司名稱進行通話 它就會打電話了 電話接通中請稍後 卡片就出來了 這是一個訪客證 咱們就準備上77樓 終於要轉乘一次 Go 全都見了攝影展 我們去看看 看 布銹缸的犀牛 迷路 與森林共存 是這一次的主題 這個跟一個小孩差不多高 現在是超五線店 五百中二六的行李 現在到了五十九樓要轉成第二次電梯 這是個快速電梯 我們現在要從五十九樓達到七十七樓 突然上去的時候耳朵還會有一點壓力 挺酷的 電梯 顧狗的表示就在這裡 哇 這個就是文明俠爾的顧狗辦公室 其實整個設計非常人性化 你看這個休息辦公區 的視野也特別棒 這裡是一個小的launch bar 可以自行取用 超棒 這個是會議室的景觀 超美 可以看進整個台北市 可以看進整個台北市 可以看進去 雖然我是今天最老的與會者 但天空依舊在南 前途充滿希望 很快的這一個多小時的演講和分享活動就結束囉 我覺得每一個youtuber都是一個好手 而且都有很多自己的體會可以和大家分享 大家都分享到open mind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非常喜歡這一次活動 謝謝大家 咱們下回見 拜拜